HELLO 大家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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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哥哥說 今天我要談論了幾歲到底才能玩生存遊戲 很多民眾或家長們都會來我的粉專私密我 說幾歲到底才能玩生存遊戲 好了那我們就要來告訴大家幾歲才能玩生存遊戲 為什麼我要拍這部影片呢 原因很簡單 太多人私密我了 所以我就拍了這部影片給你們看 不然的話到時候還有一大多人來問這個問題的話 我跟你講看完這部影片你們就懂了好不好 第一題,幾歲才能玩生牛遊戲? 生牛遊戲不限年齡好不好? 你國小、國中、高中都可以玩 連小肉的小孩子都有在玩的 你覺得你們可以嗎? 當然是可以啊! 只不過重點來了 你們家長同意嗎? 因為很多家長都會怕小孩子不放心啊 怕外面會受傷 會被壞人擄走啊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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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玩生牛遊戲的玩家 基本上都是一個都很良好的玩家 所以家長你們不用太擔心好不好 因為我曾經也是從國中開始打生牛遊戲 打到現在的 所以基本上應該是不會有 強隊會把小孩子擄走的問題的 第二點,如果你們是那種 國小啊高中生或國中生 那你們可以玩生牛遊戲 重點經濟來源從哪裡來? 都是從你們家長來嗎? 只不過家長同意你們玩生牛遊戲嗎? 很多家長都會說什麼很危險 會受傷 會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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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發生什麼一大堆的意外 基本上很多小朋友都聽過家長說什麼 生牛遊戲是一個很危險的運動啊什麼 玩完生牛遊戲之後 你就會變成愛誰死的恐怖分子啊 其實家長們的觀念都錯誤了 那是你們看新聞的那種感光問題吧 玩生牛遊戲的人都不是什麼壞孩子 我們玩生牛遊戲的話就是玩挑戰自我 以及極限的快感 可以殺到敵人 是一種能耀好不好 所以家長們你們可以放心點 讓小孩子去玩生牛遊戲 如果你們家長們很不放心的話 你們可以建議去找個好的槍隊加入他們 然後他們槍隊會有隊長帶隊官 會帶著你們一起下場打 然後家長也可以在旁邊看著他 打生牛遊戲 打個兩三四後 如果家長們很放心的話 你就交給你那個槍隊 讓他帶著 這樣的話就很安全了 不然的話 家長們有時候每天跑跑來回 這樣也蠻累的 之後的話也可以讓小孩子 讓他訓練自己的獨立自主 這樣也不錯 我們團隊的話也蠻多 一些高中生啊 國中生 曾經有個國小六年級 現在已經變國中了 他在打生牛遊戲 家長們放心的話 我們帶隊官也放心 OK 第三點 小朋友們 如果你們是國中生 高中生 或是國小生 要去買槍的話 建議帶著你們家長一起去買槍 比較好 因為有時候 有些槍店限制 他們是說18歲以上才買槍 只不過你看你們那種小屁孩的話 他們看到你的話 他們不會屌你 所以建議帶著家長去槍店 來去挑選槍是比較好 不然的話 槍店的那些什麼電源啊 他不會屌你 因為他看你們是一個小孩子 他們不會理你 因為畢竟 有些小孩子沒有什麼經費嘛 只是去裡面逛逛逢逢的 所以店員都不會屌你了 OK OK這次影片的話就告一段落了 如果你的影片請幫我按讚訂閱 加分享 不要忘記幫我們小鈴鐺 我是高生 我們下次見 掰